在我們古代喜歡養一隻 玄武的家 很吉祥 讓牠走來走去 因為牠是與天地同壽 所以牠能夠擋殺 所以牠的龜背 是代表可以幫牠們擋殺氣的 所以喜歡養一隻龜 另外古代當有先人 譬如說很老了 過世了 他們的棺木下面 都會先放一隻龜 然後先放棺木 為什麼? 是代表龜可以做的交通工具 在陰間的時候牠要騎著龜 去旅行行千年 都有一隻交通工具 是這樣的意思 也是幫牠擋殺氣 所以很有趣 你會看到這些畫面 你們弟弟看不到 我們喜歡研究中國的古文化 我們會看老人家落狀 以前很流行土狀 先放了龜 然後先放棺木